诚诚妈妈你在哪里?你儿子急需被你卷走的救命钱。 大家都说事少只有妈妈好,但某些时候并不是这样。 最近,王宝11岁白雪贝尔被妈妈抛弃。更可气的是,这位妈妈还卷走了儿子的救命钱。 父母几年前分开,孩子跟住妈妈生活。 尽管心里明白被妈妈的遗弃,但诚诚还是每天都在病房门口张望,固执地问表舅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? 如今,周先生在医院照顾诚诚。 诚诚父母2007年结婚,08年诚诚出生。 12年时夫妻俩因故分开,但具有原因诚诚表舅周先生表示自己并不清楚。 12年时夫妻俗讚侯俩国家庭捷。 12年时夫妻俗世冠。 2年时夫妻俗正如冠女子,但她的婚传的价格有不清楚。 相对后,父母的不是婚传的,只有婚传。 但是,她的婚传,她的婚传。 她的婚传,她家的婚传。 她的婚传,她的婚传,她的婚传。 她的婚传。 她的婚传,她的婚传,她的婚传。 去年11月,诚诚在安徽儿童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零八白血病 此事被曝光后,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,诚诚就读到小学,合肥经开实验学校,以及周边学校一共筹集了13万多的善款 刘某及其亲属通过轻松筹平等筹集了6万多,再加上肥西线红十字会的3万元,共计筹的20多万元的救命钱 孩子还在化疗,妈妈失联一个多月,然而,今年4月20日,刘某竟然协善款消失了 周先生表示,一个多月前表妹刘某找到自己,说手受伤需要治疗,请她帮助照顾儿子一段时间 周先生联系表妹不亦欣然同意,没想到她竟然人间蒸发,还带走了表外省成成大概十多万的救治款 看住可怜的孩子,周先生没办法撒手不管,已经便付了2万多元 她也曾向警方求助,但目前还没有消息 捐款各方回应,只能建议家属报警 刘某写儿子救命前失联谊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据了解,之前成成学校老师曾和刘某约定,善款只能用于孩子疾病治疗,刘某当时答应了 得知刘某离开后,成成的班主任王老师曾用微信联系上了刘某 刘某表示,成成成目前挺好,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几天,很快回去照顾儿子 但后来王老师就联系不上刘某了 对于此时,肥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回应,他们很重视这件事,已经和孩子所在的镇村 执法大队,县公安局反映,希望及时把事情调查清楚,追回孩子的治疗费用 工作人员还表示,我们只能调查情况,我们当时用基金给孩子救助了三万 一般救助基金发出后我们都是去电话回访,因为红十字会人手较少,一个个去监管也不现实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过拿了钱不给孩子治病的情况 轻松筹方面也表示,只对于善款被卷走能建议家属报警 一般在他们平台筹款的信息被核实后,筹款会打到孩子的个人账户或直系亲属的银行卡上 若患而没有直系亲属会打到负责救助的爱心基金会或医院的账户上 并要求公式捐款的使用情况和医院单据 因为当时是诚诚妈妈募捐,所以筹款打到她的卡上 但客服暂时没有找到诚诚在任何医院治疗单据的公式情况 可依法追究换来难投妈妈法律责任,要求其返还善款 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该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认为,刘某是诚诚监护人,协治疗善款失联,损害了诚诚的权力,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南京市慈善总会章秘书长则认为,刘某所取得的善款属于个人求助,不适用于慈善法,但可以参照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受捐人擅自挪用或捐走善款,捐款人可据此要求其返还善款 爱,所有人最关心最期盼的是,诚诚妈妈、刘某等尽快拿住孩子的救命前露面 诚诚妈妈,你到底在哪里?你儿子等着被你卷走的善款救命啊 诚咐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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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咐�